等於是實體上課 今天第11次上課 上個禮拜主要是針對 陳宇的資料做一個查詢的動作 如果要做一個查詢系統 其實蠻 當然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去找資料 其實當然很浪費時間 而且很容易也找 不一定可以找到完整的資料 甚至有時候會遺漏 但電腦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所以將來如果你的 你想要產生一個查詢系統的話 第一個你就先把資料先放到Excel 第二個的話當然就是 你就利用Excel裡面的篩選功能 當然你可以再把它寫成程式 寫成VBA 自然就可以做出一個查詢系統 很快的話就可以把資料 你想找的資料找出來 我覺得相對的是 比較有效率的做法 尤其現在的資料都非常龐大 假設你沒有辦法快速的把資料查出來 那很浪費時間 當然如果以文獻資料來看的話 那也是一樣 像《紅龍夢》100萬字 100萬字如果你要找出 《紅龍夢》裡面的某些關鍵字的話 那怎麼辦 以前的人就是慢慢翻書 那可是你問題你翻書 你要找什麼 即便你把它翻完了 恐怕也都是 那很花時間 而且即便你要把資料收集起來 也是很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假設要做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先把資料先放到Excel 然後來做一個查詢系統 馬上資料就可以把它刪選出來 我想效率一定是相對的快很多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講一個 在目前很夯的 像那個AI的部分 那AI背後 它為什麼可以訓練出一個AI機器人 其實背後很多都是 從網路上爬 叫爬資料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叫網路爬蟲 那網路爬蟲的意思是說 我的資料並不是在Excel裡面 那我要怎麼樣把資料抓下來 放到Excel 那這個叫網路爬蟲 那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待會看一下雲端 第四個單元 所以待會 我是把它放在第四個單元 雲端白板裡面第四個單元 那其中的話呢 當然你要把網路爬資料 我們上個學期 有做過類似像外匯資料的爬取 那個外匯資料比較單純 因為它的資料都是CSV 比較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那程式也不會很複雜 程式大概就是這樣一段程式 可是呢 如果假設 我們資料不見得是一個CSV 很單純的檔案 而是一個網頁 那你應該怎麼抓 如果你的資料在網頁上 那你希望把它抓下來 假設 我們大概就兩個重點 一個是 如何把網頁的資料 直接抓到Excel 第一個 就是網路爬蟲到Excel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把資料畫圖 那我們上個學期有畫一個這個圖 就是一個折線圖 那折線圖 那折線圖好處就是說呢 你可以在大量的資料裡面 可以很快的知道說到底 比如說像一段時間 底下的時間 時間內 它的這個什麼 比如說它的那個 這個利率的高低 起伏馬上可以看出來 如果你假設沒有畫圖 哇 那個資料光看就是頭暈的 OK 那你很難看出它的漲疊狀況 OK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們兩個需求 一個是 爬資料 叫網路爬蟲 一個的話就是畫 視覺化的一個 一個一個圖出來的話 大概兩個重點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首先的話呢 待會請各位第一個先幫我 找到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單元 然後呢 我們今天的話 有一個 我是覺得在網路上 有一個網站 我覺得做的還蠻好的 資料蠻齊全的 那剛好呢 可以配合大家對於那個像 交通議題的這個問題 因為最近一直在討論說 那個台灣的那個行人 這個行人地域嘛 有國外的報導 然後呢 當然交通部就做很多改善 那當然交通部也弄了一個叫 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 你們可以找到 在這個第四單元裡面 有一個叫做 用IE物件 爬取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 這個連結 那這裡面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網站還蠻不錯的 不過它這個網站 裡面提供了大量的 這個交通部管轄的相關資料 那當然其中的話 可能對大家來說 比較直接的就是像剛剛提到公路 甚至鐵路這邊也有 還有像什麼 還有像甚至船運 其實船運好像大家比較少接觸 航空也有 航空的話可能就是 像大家出國有沒有 到底去哪裡 還有觀光 觀光這邊有 比如說大家都出國 到底去哪個國家的人數最多 然後呢 甚至呢 比如說疫情之前跟疫情之後 到差多少 其實這上面都有一個紀錄 甚至這個網站上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像花蓮地震 那如果你想知道 就是在台灣 這個台灣各區域的地震 有感地震數量 我發現這邊也有 還有颱風 比如說一年有幾個颱風 會進來或不進來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還有公共運輸的統計量 這個也可以 大概比如說疫情前跟疫情後 到底差多少 諸如此類 我覺得這個網站裡面的資料 真的包了萬象 那它的使用方式有點複雜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 一個數字 什麼數字呢 就是到底交通 這幾年到底有沒有真的改善 然後呢 那個違規的數量 到底是不是有增加或減少的話 那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主要針對的是公路 所以待會兒 也許你可以找一下公路部分 然後公路裡面的話 有個交通違規吧 我記得好像從 這個交通違規是監理的 那還有高速公路 假設我今天 主要是針對高速公路 的交通違規狀態 那其中的話當然 因為這個 如果你有開車上高速公路 你應該知道 那簡直因為高速速度很快 那如果只要有人違規的話 比如說超速 哇好恐怖 或者人家鬼切有沒有 哇那你會嚇死 或者像酒駕那一定不行 所以諸如此類的話 如果我想知道 這些違規的樣態 到底每年的數字多少 那最近交通部的 比如說大執法之後有沒有改善 那你有沒有改善 其實有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數據 說真的太抽象了 所以請各位 也許待會兒試試看 可以點選這個什麼 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 找到公路好了 我舉個例子好了 那其他我自己有興趣 像台鐵、高鐵、捷運 這鐵道啊 到底運量增減 疫情前、疫情後 差多少 其實這邊都有數字 然後請各位待會兒找到 高速公路的交通違規好了 那如果我想要找出什麼呢 找出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 在五雲亂百百上面有 比如說高速公路違規的樣態 我比較關心的 大概有四個 第一個像超速 然後酒駕 還有任意變換車道 還有未保持安全 這些其實就是我最覺得 最危險的 這四個 然後呢 每年 比如說 以月為單位好了 每個月 它的數量有增加 還是減少 那當然第一個 假設我需要這個資料 你以前的話 如果政府沒有開放 你也不知道 但是政府有開放了 那你要怎麼取得 所以這個也是交通部的一個開放資料 只是說它的開放的方式 跟之前那個 我們的開放政府給的CSV不一樣 它給的是一個網頁 所以如果假設呢 我第一個 希望讓這個網頁產生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連到這個網頁 然後找到它的公路裡面的 其實就是這個 當然你們可能要找一下 針對高路公路裡面的交通違規 那我要怎麼產生 像剛剛那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點擊進去之後的話 那大概 因為它這個介面 我是覺得設計的沒有很友善 因為我自己光 研究研究半天 那首先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它大概分兩個區塊 一個區塊是上方的 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 其實你們要改 大概就改兩個 一個是下方的 所以其實你只要 這個地方改第一個 這個地方改第二個 第三個按查詢 其實資料就出來了 怎麼改 第一個的話給時間 所以時間的話 就跟它講說 我假設我從110年的1月開始 OK 所以改第一個 110年的1月開始 所以110年的1月在這裡 OK 然後到 它好像最先是到3月而已 現在5月 所以4月份的還沒上限 然後週期的話呢 我是建議 你不要選預設這個 因為預設這個很怪 它有月也有年 這樣統計出來怪怪 每個月 然後又存完一個年 這樣子資料 看到的感覺蠻差的 所以我的習慣是 改成月 當然未來如果 假設 你希望統計的是 範圍大一點 年的話 你可以改成年 不過我們比月來看 也就是 以100年1月以後 到113年3月 每個月當週期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 找到這個 高速公路的違規 OK 然後呢 其實就改這個 跟改這個 其他沒有改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查的欄位 這個就是欄位 那我要找的其實不是總計 而是超速 第一個 然後酒駕 第三個好像是未保持安全距離 四個好像 我好像 一邊換車道 比如說假設 我找了四個 這個 打勾一個 就一個欄位 所以最後的話呢 他會得到的結果 就會長得像 雲端白板上看到的 有沒有發現 你改第一個 其實是改這邊 你改第二個 是改這邊 有沒有 所以這邊是1 這邊是2 OK 那你就是 按下查詢 這樣資料應該就出來了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就會長得跟我剛剛做的一模一樣 那每一個月有沒有 100年1月 這麼多數量 100年的2月 也這麼多數量 但是啦 這個資料其實還蠻多的 每個月每個月 這個資料量其實不小 那可是呢 當然這個就是一個統計的資料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知道說到底 比如說超速 超速到到底取締的件數 有沒有增加或者減少 還是說 有高有低 那有高有低的變化 我至少要知道一下 那如果 假如你資料取得 你接下來不懂得 去把它畫成一個圖的話 那其實說真的 也還蠻會閱讀的 有沒有 你看超速 這要怎麼解析啊 大概1月當基準 4萬 降到2萬 有沒有 到最近 最近有沒有更少 超速的件數 好像有少一點 變9000耶 然後再來最近 哇 最近怎麼樣突然又爆衝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 最低好像大概一個月 就只有2000多耶 哇 2萬 4萬多變 那大概少很多 為什麼少了這麼多 其實看得出來 是不是應該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所以疫情最嚴重是 就這個時間 大家都不出門 不出門的話不會超速了 所以其實 疫情期間好像大家 沒有出來就 那最近好像突然 哇 今年的1月份 整個應該是歷史新高 有沒有 7萬多件超速 為什麼差那麼多 OK 對齁 當然啦 背後一定有原因 你可以再深究一下 其實我們主要是希望 第一個 收集資料 第二個 繪製圖表 第三個 再去做一個解析 因為你有數字 你才有辦法 有說服力 比較客觀 而不是說我今天 自己個人認為 因為我開車 所以我以為說 大家都超速 對 為什麼 為什麼超速 或者是超速的數量多少 有時候你只能用很主觀的 我感覺 那問題是 你在你看到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超速啊 那有可能 你沒有上高速問的時候 大家都乖乖的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啦 OK 所以我覺得 至少要有個統計資料 那其他的話 還有根據什麼 比如說 根據酒駕 之前其實酒駕修法了很多次 可能還有標準一直提高 本來 0.25 0.25好像本來是 也沒有超標 結果後來也把它改成超標 反正你有喝酒 你就不應該開車 而且罰款越來越加重 後來好像又增加一個 就是說 除了罰款增壓之外 你旁邊的副駕駛 如果知道你酒駕 沒有阻止你 你旁邊的人 也會被開罰單 好像開罰單 好像開1600還多 OK 所以呢 這樣的 嚴刑立法 到底有沒有足止酒駕 你看 110年的 500多件 假設以這個為基準 其他的話 件數有沒有變少 500好了 到最新有沒有500 好像有耶 OK 這邊叫 不過這個會不會是疫情的關係 然後一直到現在 真的就變100以下 所以 顯然 這個 嚴刑立法 其實對於 某些犯罪應該是 有一些幫助 不過還是有 你不可能歸零 OK 你看 被抓到酒駕 其實第一個罰款很重 第二個 會有刑事責任的 而且其實你危害很多 那還是會有人有僥倖心態 這很難 OK 那 所以呢 其他還有任意變換車道 這個就 我覺得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危險 但實際上 真的也蠻危險 像你們每天看新聞裡面 有很多那個 車子都鬼切 有沒有 哇 那斜斜切 這實在蠻危險的 還有其他還有叫 衛保安全距離 那請各位 試試看 先找到那個 我們的雲端白板 第四單元的 有沒有 用愛一 爬取 這個 主要是這個 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 那這邊有一個網站 就這個 這個連結點進去的話 先試試看 我剛剛只是練習 找出這個 高速公路裡面 這個交通違規 這四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後面的話 我們主要練習就是 爬蟲 把資料 網路爬蟲 把資料抓下來 OK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它畫圖 會讀其實上學期 有做過 這學期 我覺得 這個 再把它複習一下 然後 再來的話 就是 做一些 統計分析 比較會知道說 目前的 我是以交通部的 統計查詢網 當成是一個範例 那未來當然 其實還有很多網站 其實你會發現 現在 你各式各樣的資料 其實 都有 網站 去公佈 但是如果假設 你不懂得 去把資料抓取下來的話 那當然你很浪費時間 那你說老師 我可以用C-C-V 當然問題是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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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有的時候 滿浪費時間 每次都還要再來一次 如果你業數多的話 你其實不是還要做很多次 所以請各位先找到 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 我剛剛主要是針對 高速公路的交通違規 去做統計 當然這裡面還有別的 比如說鐵路也有 還有像水運 還有空運 觀光 甚至是地震這邊也有 都可以拿來做統計分析 也就是說 可以拿這個資料 當成是一個 爬取的練習 OK 試試看好了 好 好 來自替